我們現場來 因為這兩天 我們外交部長在現場有舉辦的活動 來 歡迎我們劉青雷 劉處長 兩位總理長 劉徐征署長 曾理事長 陳辰議長 各位媒體同學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看到我們促銷台灣產的毫米 我很吃驚 因為我在外交部35年 國外22年 我們外交部國外有120個單位 每一年同仁都有一筆巨大的交替費 必須買台灣的產品到國外去送 我今天發現台灣的米 我們過去的印象是在超級市場一包包 沒有包裝的 因為一般人認為不包裝是便宜 實際上看著包裝這麼精美的東西 不適合做禮物 除了國內送禮外 國外送禮應該是很適合 而且價格也很適合 而包裝的精美簡直不下於日本的產品 讓我這個國內的自己人 我都覺得吃了一斤 所以我是建議我們今天這個促銷 好像是只對內銷 我們要想辦法外銷 外銷有一個很簡單的辦法 就請這個執行長 你只要拿一個公文給行政院 行政院下工的給外交部 然後把樣品都擠一下 我們長官下個月也要來 然後給他看一下 講一下 然後我們收到公文以後 一個命令下來 每個人出國的時候 送禮物 只要說鼓勵 大家就會知道這個 政治的風向 這個送禮 實際上這個送禮是非常好的 因為現在的包裝這麼美 好像可以擺久一點 不是說水果拿出去會壞 像那個文大柚子 每年已經要副長送什麼 大家都收到的都是這個東西 可是因為這樣不能到國外去把它壞掉 所以我在想說這一次 我們這個內銷的大活動 我們也配合了舉辦二十攤的 國際攤位 擺在那個旁邊 變成一個國際嘉年華 好像外國舉行的搭檔會 就是園優會一樣 內容多元 節目很多 因為很國際化 所以我們除了促進內銷 還積極促進外銷 如果在這個東西帶到國外去以後 慢慢的代替 出去出國送什麼咖啡 送什麼電子產品 我們以前常常出國 譬如說送那個電子手錶 或者那個手電筒 或者是台灣製的電器 送出去有個後遺症 隔一陣子他沒電的 他就找你說 他就壞掉了 找你要修 所以送電子產品 其實是有個缺點的 可是我們出國要送什麼 是很傷好 今天發現這麼好一個項目 我覺得我們應該 從也同時從外銷開始 由公家 特別我們外交部 是有這個需要 每年隨時隨地 有人要出國 我們